澳門星期四發生兇殺案 路滕城的一間酒店客房裡 有一名27歲的內地男子死亡 死者的頭部有裂傷 頸部和手有瘀傷 並且已出現私斑 澳門司警和內地警方 聯手偵破兇殺案件 據悉男死者為對錢黨 和44歲勝利的內地疑兇 因為兌換貨幣而認識 同住在路滕城一間酒店房間 兩人懷疑金錢問題爭執 死者被人用水壺狂撥喪命 身上17萬港幣、手機和金戒指 被搶劫一兇 移兇事後秦清茂口岸逃犯內地 最終在潮州被捕 他現時仍然在內地被叩擦 將會面臨被起訴殺人罪 加重殺人罪和搶劫罪